大家好啊 这个日本他最近放出来不止一句非常多的话 声称要几方面 一开始是说日本已经做好准备 要加入联合国安理会承认理事国的行列 后来又放出话来说是外长林芳正 日本将全力推进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 并且还推进联合国改革 安理会是管这个战争和和平和安全的嘛 那么联合国大伙还涉及别的什么经济合作文教 什么人类发展环境保护 反洗钱反人口拐卖 什么和平利用原子能 都是联合国管的 那么现在在基点来到 暗藤文雄去找了莫迪老仙 互相代表美澳印日四国联盟中的两国 要进行一个磋商 磋商干嘛呢 欧欧冲突之间 试图施压 暗藤文雄代表日本要施压给印度 要印度在对俄态度上表现要强硬 施压这个词肯定有两层含义 第一方面就是你有本事朝人家施这个压 那么A对B施压的这个行为 是A有本事让B感到压力 如果A对B的施压不能让B感到压力 那么你就不能说这个叫施压 在这点上 到底日本向印度施的什么压 我们不知道 但是未必不清楚这情况下 利诱我倒是看见了 有一个新的给印度的元件项目 莫德老先是笑纳了 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解读呢 A施压B 这个词意上我们能得到一个结果 就是A的地位 或者说他的权力 应该是比B要大的 不是说实力啊 各位权力跟实力不是一个概念 大家都是太子 那你是大太子 虽然你貌相猥琐 身材瘦小 但偏偏你是大太子 所以呢你的权力 要比那些牛高马大 武艺高强的人要大 即便你的实力不如他 那能用到A向B施压 你必然是A的权力 要比B大 在这个问题上 日本对印度能用施压 这个词吗 但反正现在这个情况呢 5万亿日元的援助啊 420亿美元 莫德老先是笑纳了 但是所谓的啊 要给印度施压 要他对俄国出动中 俄罗斯的行动 有所倾向性的表态 说白了你就是想强硬表态 正就要拉起来来 谴责俄罗斯 我们老先非常出色的事 一点都没答应下来 事实上如果我们看 Quad的体系 日澳印美 澳大利亚在本次 欧洲冲突之间 是明确表态的 印度的加入Quad的时候 包括韩国 现在选上来啊 你确也说 要有加入Quad的想法 Quad的它这个组织 它的假想敌 是谁啊 应该不是俄罗斯吧 那日本要通过Quad这个体系 拿Quad里面 美国加澳大利亚的份 来压印度 你能压得到吗 很明显 印度是不买账的 这个我们之后可以再聊 那么另外一个很有趣的消息呢 就是我们看到一个趋势 安田文雄 在林方正 在国际场合讲了多次 所谓的日本已经做好了 加入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准备 这个话说的好像是 非常大 大气磅礴 但实际上仔细想想呢 做好准备 谁不能说 我一早就做好了 去当美国总统准备了 你美国人哪天修宪说 中国人可以选美国总统 我立马去选 你不选我 我做好准备 没有 我是做好准备的 一样 日本人说他们现在做好准备 加入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了 那么 这个新闻我听到的时候 这是本来 我刚刚开完会 和国际有人 在聊他们的一些问题 说俄乌冲出导致什么农作物 这个买卖有问题 埃塞的人说什么 他们现在需要一些农业灌溉技术 愁云满面 挺不开心的 刚刚打开 你看着 日本人说做好了准备 我这个表情就从 就硬生生生给我整乐了 这个非常像 格拉西莫夫 也就是俄参部长 少一谷 他之前的这两个人 格拉西莫夫大家看一下 长这个样子 他平常在公共场上 最常见的表情 就是把这个嘴的 土耳其的代表 谈判的时候 土耳其代表说 假如谈判不顺利 土耳其不排除使用军事力量 威胁俄罗斯的时候 格拉西莫夫的表情 少见的从板这个嘴 他的嘴停了 稍稍带有一点笑意 再到不排除使用军事力量 去威胁俄罗斯的时候 格拉西莫夫绷不住的 牙齿全部露开来 就笑起来 这个事情 在日本现在 林芳正 加上这个 安田文雄一起出来说 日本真的准备是 以一国之力 全力推进 联合国改革也好 准备加入 常人理事国也好 任何一个有基础 国际关系 知识的 都知道这个可能性 维护其微 且不说 你到底有没有人支持你 就算是有一部分人 真的支持日本 联合国宪章 并没有规定说 现有的 框架底下面 常人理事国 到底退出 或者删除 安理会常人理事国 是一个怎么样的程序 也就是说 当初选出这些 只制定了说 12345 你们五个是五常 没有定怎么退出 或者怎么删除 假如替代做不到的话 增加 你是不是也需要 相应的规定 一样是没有的 这也就意味着 如果你要增加条款的话 你必须要联合国大会 全世界现在 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大家全都审议一遍 如何去增加 这么这么多 多法条 专门为 这几个可能 加入 常人理事国的国家 大开绿灯 才有可能 让这个新唐人过 这里不涉及说 既有的 五常 要不要一票否决的问题 因为这程序性议题 如果要扩增 安理会常人理事国 那么这几个国家 有没有能力在全世界范围 让联合国 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这么多的国家 全部都通过 支持修改联合国宪章 加入能够允许 有新的国家 加入常人理事国 这个规章呢 比较有的 不光是日本 其实说 他之前说要加入常人理事国了 还有别的国家 如果横向对比的话 同样想加入常人理事国 佛土面积最大的是谁 印度对吧 肯定是印度一马当先 国际政治影响 利润到你日本 一定能不能到德国 对吧 而且还有 如果要想到 这种正确 亚洲不是没有常人理事国 已经有了 对吧 那非洲 可是一个都没有 那么第三世界国家 凭什么没有一个常人理事国 这里就要有 那个杰弗里萨克斯 休克疗法之父 在联合国 不能说骂人 反正也是 仗义直言 骂杰弗贝索斯 说你现在亿万富翁 穷人 27亿人吃不好饭 杰弗贝索斯 新冠疫情中间 赚了那么多钱 跑到外太空去 而且有钱人 干脆在外太空 上了太空 就不要回来就好了 我们全地球人 作为地球人 有权力拒绝 你再次入囚 财产成功 那么他和很多 非盟国家领导人 一直在推进的一个事 就是 我们非洲国家 单就一个国家 肯定是从实力上面 还是权力上面 都不太可能 加入联合国 安理会常人理事国的 但是我们整个 非洲大陆 算一个常人理事国 行不行 整个大陆 所有国家 都能团结起来 在非盟的领导下 能够团结 只为了整个大陆 做一个政治主体 来当常人理事国 行不行 来拥有这个权力 行还是不行 你很难说 人家一个大陆的 常人理事国 没这个资格吧 另外还不要说 之前四国要搞 常人理事国扩增的时候 还有一个国家 南北州 巴西是吧 巴西当时BRICS 金砖五国 现在金砖五国 这个国家 现在已经不说了 巴西也想入场了 怎么着就轮着 到你日本了 我们发现 论国土面积 印度最大 论国际政治影响力 德国最大 论政治正确 正义和平等性 第三世界国家 没有 你非盟 或者说巴西进来 不比你日本更正当 我们就发现了 日本他拼了命的说 现在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 准备要推进 牛国改革 还是要加入 按理会常人理事国了 似乎好像 你的条件 不比别人更充分 那不比别人 更充分的情况下 林方正也好 岸天文雄也好 拼了命的摇旗呐喊 日经一天到晚 放新闻 那是为了什么呢 肯定不是因为他们傻 林方正正二八经 东大哈佛大学 肯尼迪政府学院出来的 那也不是傻子 为什么要拼了命的推呢 那就说明 最翁之意就不再久了 人家这个观念 可能就真的不再进入 按理会常人理事国了 而是在我身 也就是说申请加入的重点 不再加入 而在申请 这个是符合 之前和各位一直聊的 大家会认为说武昌 不得了 对 你武昌 假如算是第一梯队的话 第一梯队的争夺之外 是不是还有第二梯队的争夺 也就是说 非常人理事国的争夺 日本1954年 一直到现在 是所有国家 担任非常人理事国中 担任非常人理事国最多的国家 所以说日本拿这个说事 说我这非常人理事国 担任了这么久 怎么就不能让我 进化一下 能当常人理事国呢 这个当然 人家没什么名字说的 反正意思是那个意思 对比于很多什么国际公民啊 新向网织的什么挪威瑞典 这些非常人理事国 都当不了几次了 日本跟他们相比 国际影响力 或者说试图加入国际政治的意愿 还是非常强烈的 在这点 约瑟夫奈之前讲过 他和这个亨廷论 就写文明冲突论的那个人 不止一次的论述我 说冷战后世界的格局 必有八大文明体系的冲突 也只有这八大文明体系的冲突 才能够引领人类未来的发展 那么这话说的不要太大 那么这八大文明 除去啊 这个西方 昂格鲁萨克逊 加基督教 东正教 加斯拉夫民族 中国算是一个 印度算是一个 然后 拉美加上非洲 完了之后 还有一个单独的日本文明 这个就非常的有意思了 到底日本文明 能不能单独的算一个文明 和别的这些 伊斯兰文明 再加上 昂格鲁萨 再加上什么 北美文明 中国文明 你能够 大家在同台竞技 你日本文明也能放在这里 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但是当初把这个列出来的时候 日本是 狂喜啊 狂喜啊 你东亚 把日本文明 中国和印度 这三个立在一起 作为中国和印度来说 怎么看怎么 你日本文明 也能上来吗 更不要说 韩国人肯定是欺诈了 韩国学生 每每提到这个问题 现在韩国的学生在 讲到这一 国际关系 基本上都会讲 听到的这个文明冲突论 福亚马 福山那套理论 也都会涉及到 就是非常不愤的 这个 即便是二代韩裔 他们这个仇恨 都写在脸上那种 就是 教授在讲课 他们都 绷不住的那种样子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在这个时间点 俄乌冲突中 日本在一再的临方政 将让他 岸田文雄 拼铃的讲 他要入场 还要推动联合国改革 有三方面的分析了 第一个 时间点 这个地方跳出来 你很明显想要削弱 俄罗斯的政治影响力 对吧 你帮谁站台 肯定帮美国站台 那么第二个 就是你利用 跨的日澳印美 这个体系 当初说的不是什么军事联盟 现在军事冲突的时候 你很明显跳出来 一个印度施压 同时还要援助印度 打一棒子 给一个枣 很明显是排序的 一个功能 也就是说 我日本认为 国际次序上 我日本要比你印度高级 不然的话 就是印度找日本 打你棒子给一个枣 不是反过来的 对吧 第三个问题 日本本国政治 新冠死这么多人 那么要把这个 货水往外引 是吧 大家一直看国外 说哎呦 我们又升这个 联合国安理会 产生领事国了 之前是没争过 之前也一直推的这个 那么党派轮替 如果用这个YPM 是手相里面 那个阿诺德爵士 说了一句名言 叫做党派轮替就是阉割 阉割了政治创造 和实行善政的可能性 叫rotation 一个党派上来说 我们日本 联合国 常理事国 起码我有本事申请啊 那你新选上来一个党 说哎 我们不行 啊 我们党上来 我就升不了了 你站在日本人民的脚步上 看这个问题 哎 凭什么他政府上来 我们就能申请加入 联合国常理事国 你别说进不进嘛 对吧 被谁是谁 一票投决 那是没办法 但是你不能申请 都不申请 你换那个政府上来 你们不敢申请了 你们要支持 不是日本不行了 是你们不行了 你换我上去 我就敢申请 所以说呢 一波一波的人啊 申请加入联合国 安理会常理事国 从一开始的 拔克人生掉口气 变成现在人生 依赖天天值了 那为这个付出代价 就是日本成为了 给联合国啊 这个会费交钱 交的现在是 本来它是第二多啊 是美日中 现在是美中日 现在是第三多啊 当然能够排在中国后面 对日本来说 肯定不是什么 耻辱的事情 甚至可能说是一种 比较正向的 是一种鼓励 是一种表扬 因为你别的想入常的 你在印度也很想入常 凭什么捐会费 你日本捐的比印度多 是吧 那日本人是觉得 我捐的钱多吧 这第三个原因 还有第四个原因挺有意思 日本之前一直试图 跟附近的邻国搞好关系 跟韩国搞好关系 没能成 跟朝鲜不太可能搞好关系的 那么另外可能 搞这个类似南下的运动 到东盟去碰了钉子 跟菲律宾杜特尔特说 我给你们卖点军事武器 我日本的武器好 杜特尔特回他就说 我买武器打谁 我买武器打中国 神经错乱 那也没有卖成 跟东盟 跟印度尼西亚 也要卖他的导弹 卖带有武器装备的海警船 也跟印度卖 人家非常感兴趣 最后购买了 没有武器装备的海警船 你没有武器 那你是海警船 你带武器 那你这个就不一样 带不带枪的问题 带东盟又碰了一笔子灰 所以加大了对印度的援助 搞了一条高铁 虽然说那个高铁 所谓象征着日印友好的铁路 这个八年来都没动工 所以我之前就开玩笑 说如果说这条所谓的象征 你们日印友好的铁路 修了这么久 一点都没修的话 那基本上说明 你俩的友谊 不能说是子虚乌有吧 那也只能说是凭空捏造 这几个分析 我们就看出来 日本真的要所谓做好准备 加入什么 联合阿里会查理治国了 还是去跟印度啊 看起来施压稿报只是送钱 这样的举动呢 就告诉我们说 很多美国不方便做了事 日本还是愿意当排斗兵 把自己的国家利益 跟美国捆绑在一起的 在这个时候 我们想到日本民众 在日本现在这个负债率啊 极高 新冠期间呢 又大批批批死亡 政府一边大把撒钱 就联合国游说 说哎呦 我们做好加入什么 联合国查理治国准备了 一边啊 比方说啊 最近这个有观众发现啊 在外网呢 视频平台 大量的外务省啊 这个日本外务省 正儿八经 日本外务省的广告 是给福岛核废水排放洗地 说哎呦 我们日本这个福岛核废水处理啊 怎么怎么干净 其实这玩意不干净啊 放两张图片 给大家感受一下 都是这样的容器 日本政府称呢 说第一个造价太高 第二个没那么多的地 那么这个问题 我们之前也专门聊过啊 日本官员接受日本记者采访的时候 都是日本人啊 日本记者说 你们既然说这个干净了 就跟饮用水一样 那你干嘛不当着我们面喝一下 日本记者问的 不是我问的啊 日本官员说啊 虽然说这个是可以喝的 但是呢 我们也的确是不喝的 日本记者还是一句话 你说能喝 你干啥不喝呢 对吧 到头来你排下去 近海的鱼 不还是日本人捞起来吃吗 没有区别 所以说如果你们讲啊 这个水处理的 这个能喝的水一样 那你干嘛不直接去喝了 我们看一看呢 到头来 这个事都没做 但是现在呢 大批连外务省的广告啊 却在外国的事情 往来洗地啊 日本政府这样的作为呢 实在很难和他们所谓的说要推进 联合国改革 要给全人类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 这样的虚假红色大院相贴合 我实在是很难想象 一方面说什么 为了全人类一方面 哗哗的废水往海里道 一方面的外务省 还要在外国的视频平台 拼一拼的洗地 这个地方顺便说一句 各位 他发布这样的言论啊 给自己排放废水洗地 设不设计YouTube的母公司 谷歌对日本政府 有指向性的包庇啊 这个事呢 就结合我们近期一直在聊的 这个媒体霸权问题 是吧 又展开了 所以说归根结底 有媒体霸权啊 真的是好处大大 希望这个视频呢 能让大家更加了解 这个看起来比较奇怪的 日本宣称要加入什么 联网安理会常理事国了啊 背后的一些有趣的原因 感谢观看